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观2013年下半年影坛 似乎是一夜之间 爱情电影就成了新宠 分手合约 至青春 一夜惊喜 各种爱情片可为你方唱吧 我登场 近日 杂杂周一鸣也带着最新作品 一部台式爱情电影 回到爱开始的地方 做客土豆醉于乐 刚一落座 就迫不及待地了解了 戒演这部电影的原因 我一直在想 我以前一直在想 难道爱情都只有 像电视或电影里面 演得如此的激烈 残眠翡测 或者是难过到 这么伤心欲绝的地步吗 难道就没有人的人生里面 是经历一段 平平安 平平淡淡的爱情 但是却一点都不平凡的爱情吗 然后这个剧本给我了以后 我就找到答案了 所以我想要演这样的角色 我在戏里面的角色叫许念祖 这部电影中 仔仔饰演一位 我心我素的台湾青年画家 为了帮爷爷寻找初恋 只身来到云南普尔 偶遇由刘诗诗饰演的 来完成选题的北京记者纪亚青 不打不相识的两人发现 他们要找的竟是同一个人 于是携手踏上了这段寻爱之旅 虽说戏里是一对暗生情愫的恋人 但合作之前 戏外的周一鸣和刘诗诗 却是一面都没有见过的陌生人 他叫刘诗诗 但刘诗诗跟 毕竟之前没有合作过 我也不知道 所以刘诗诗跟刘诗诗的脸 可不可以合在一起 我得要先让自己知道 一个是羞涩内敛的石草男 一个是霸气外露的女汉子师爷 这两个人首次携手出演情侣 让人好奇又期待 怎么讲呢 我觉得他个性最好一点 就是不扭捏不作说 这是我最喜欢女孩子拥有的个性 那我觉得她有在跟我分享 我回馈给她的东西 她也会回馈一些给我 那不管是工作上面 还是诗人的事情 所以聊一聊就比较容易去变成朋友 原来宰赛最喜欢诗爷这样 不扭捏爱分享的女汉子呀 那诗爷又是怎样评价宰赛呢 我知道F字 我也知道流星花园 但是我没有看过太多的东西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她会分享一些她的趣事给你 然后会让你有一个 很轻松的一个状态 就像就是朋友之间的那样去聊天 由于一见头缘 第一次合作的两人拍几戏来默契十足 在疏忍了之后 流失失片长还会吃点坏 经常把仔仔骗得哭笑不得 她会知道我什么时候逗她 她也知道她不会说去为难我 她就知道我让她尝 她就真的是尝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 是用来给人的还是给 只是去混个一些肥料 给那些畜生那些猪啊 牛啊 羊吃的饰料 吃的时候真咬 我真咬 那个其实已经晒到 很脆很硬 然后我咬低一口的时候 其实我听到咔一声 我想说完了 我的牙齿可能断掉了 你知道吗 这个呢是当地的特色 很好吃的 好 戏里许念祖和季亚青的感情 不断升温 戏外 再在和流失失合作起来 也是不断带给大家惊喜 甚至还擦出了爱的火花 我们最大的火花 就是那一场对视的戏 那是一种测试 所以在最后一次的测试当中 两个人其实把心都放进去了 所以在眼神的角度上 那一刹那之间是触电了 就是真的有 这个来电的东西是藏不住的 就你释放了我也释放了 我们两个人自然而然的 看到这儿我们发现 仔仔和视野的默契配合 简直天衣无缝啊 不过再强大的搭档 也有失误的时候 据导演林小千透露 其中有一场戏 就因为流失失拿伞的方式不对 让仔仔平白多灵了 好几个小时的雨 我觉得那个伞的处理 没有处理得很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 好决定那场全部重拍 真的重来 然后所以代表说 仔仔也必须重新再淋雨一次 那天气味非常的低 然后仔仔也漂亮非常的冷 他穿的衣服非常的淡薄 他必须在整个下午 大概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 都必须在湿冷淋雨的状况中 去演出这样子的东西 第一天淋完雨的时候 仔仔就发烧了 那我那天已经其实已经要做好准备了 毛巾也披了 头也披了 但是风因为太冷了 它实在吹到我头都疼了 不可能去说 因为我头疼我不想 我不能拍摄 因为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一直也都没有去 去讲这个事情 是这条吗 正是凭借这种清野精神 仔仔周渔民 才成就了他今天不俗的成绩 如今的他 早已超越流星花园中的花美男形象 成为富有潜质的实力派演员 不过除了事业 仔仔的感情世界 也一直被外界关注 在经历了和大S 纷纷扰扰的高调恋爱之后 周渔民在感情上 低调了很多 2009年 周渔民和余红渊 因合作电视剧 《痞子英雄》传出绯闻 但由于余红渊当时 实在太过小咖 他们的恋情并不被看好 2012年12月31日 周渔民被台湾媒体拍到 在自家阳台 跟余红渊拥吻 至此两人恋情正式爆光 如果是一家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 谁都不可以先离开 绝对不会先离开 不过 回顾过往的每一段恋情 《痞子》都是默默经营 处理得相当低调 而在接受我们的专访时 她也透露 这样的方式 是希望更好地保护对方 让对方安心 而踏实 我是一个 不给任何人拘束的一个男朋友 我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默默在旁边守护着你 陪着你 如今 已进入儿历之年的宰宰 对待感情的心态 也更加成熟 正如影片中 她所饰演的许念祖一样 不求轰轰烈烈 只求一份简单纯净 平平淡淡的爱情 我觉得这部戏 就是特别可以推荐 给很多在寻找真爱 或者是你本身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爱 或者是你对真爱 是没有期待的 看腻了重口味 对演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其实可以来吃吃 我们这个感觉起来 很清淡的轻重小菜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测试 只要五秒钟 就可以知道男女之间 彼此有没有爱 这么生气 看着我没眼睛 准备了 一 小心 雅 鲜鱼 You know it's hard to say goodbye